五十個潛在人選被排除 部份人表現 根據網上的車鏡片顯示 意外發生於今日上五九點零三分左右 由一架警車沿收機灣道往柴灣方向行駛 當駛至新城街交界時 警車懷疑衝燈未有停下 一架七人車由新城街駛出 撞向警車的左邊車頭 意外後七人車的車頭泵把被撞至脫落 車頭損毀 至於警車的左車頭沙板位置損毀 七人車的女司機和警車上的一名警員報稱受傷 需要由救護車送院自離